前段时间,我出去办事,车开到朝阳路的时候不小心把别人的车蹭了,事故很轻,就蹭了1.7,应该简单的抛抛光就好了,我心想如果走保险,明年保费还得上涨,而且我现在有事,就想赔对方500块钱撕了算了,可没想到对方刚拿了钱就说他的车是新买的,修过之后卖的时候会贬值,要再给1000块折旧费。 我当然不肯,可是对方仗着自己身强力壮,上来就给我一顿报K,我还没法用过来就被他放倒了,等我爬起来,那小子已经扬长而去,但是虽然他人跑了,车牌号我可记住了,我断报警,警察叔叔一边安排我去医院检查,一边联系打我的那小子,可能那小子想不到,他打的是一个懂得医学常识的人,我不但耽误了事情,还挨了一顿报答,越想越气,就想给他好好上一课。 到医院后,我告诉医生,头晕,恶心,间歇性意识模糊,身上哪里都痛,于是医生安排我去做CT,我说我好像有点不对劲,要先去一下厕所,护士陪同我去了,难测,护士当然不能进,就在外面等我。 进厕所后,我原地转了四五十圈,直到晕得前倒后歪,然后猛抠嗓子眼,吐了一大胆,然后我大声呼唤护士,他慌慌张张的进来,一看我两手扶着墙,吐得七昏八素,赶紧把我掺了出去,做完CT,拿了片子,主治医生看完,眉毛一歪,神情严肃,再次重复了之前的问话。 这时候我开始胡言乱语,装魂犯傻,或者目光呆滞的看着医生头顶发呆,然后问他,你刚才说啥,我没听清楚,然后不等他答话,就间歇性昏迷,肝偶,意识模糊,果然如我所料,医生的诊断结果写的是疑似脑干损伤,脑干损伤可是随时都有可能要人的命,派出所不敢大意,必须马上积压嫌疑人,那小子一开始还很豪横,这下听说要死人了,顿时慌的一批,马上把他父母叫了过来, 他被带走了,他父母则来医院找我,一是想探探虚实,二是想来调节,他们先去医生那里,听说情况属实,然后吓得赶紧来我这里道歉装可怜,我闭着眼睛没有接受,他俩沉默了一会儿,开始亮底牌了,他爸说,小伙子,事情都发生了,我们也很遗憾,要不你看,赔你五万块钱,你写个谅解书,这事就此了结,你看咋样,我肝偶一阵后,平静地告诉他们,先去查一下脑干损伤的治疗流程, 把可能要开炉及后续治疗的医药费,物工费,护理费都核算一下,然后找个明白人来给我谈,条件满意了,我再写谅解书,到时候生死都不关你们的事,后来他们跟我的代理律师谈了两次,最终谈妥了价格,至于赔了多少,这里就不说了,反正这些天,我一直在各豪车4S店专用,昨天刚订了一辆大计,全款, 没必要分期,这里再次郑重提醒大家,打人有风险,动手虚谨慎,我是王金条,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,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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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么哒 我楼下邻居,王大妈平时是一个非常爱占小便宜的人,有一句话形容的非常准确,就是走在路上,不捡钱就算丢,在我们小区里都是出了名的,而且他还特别爱串门,没事就这家走走,那家转转,但是他串门都是带着目的来的,那就是顺手牵羊,什么小孩玩具啊,锅碗瓢盆啊, 甚至花花草草都不放过,有一次我老妈在楼道里碰上他,就礼貌性的打了个招呼,说来家里做做吧,一般人都能理解,这是客套话,但是王大妈可不是一般人,直接就进屋里了,进屋就说有点渴,老妈赶紧给他倒水,然后他说你家有没有水果啊,我妈一听就赶紧给他洗了一些水果,然后他说让老妈赶紧去做饭,不用陪着他,都不是外人,老妈就去把菜洗了一下, 结果就一会儿的功夫,回来一看,王大妈人早就走了,桌上的水果连锅盘都端走了,后来他又来过我家几次,因为老妈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的人,所以总是不好意思阻拦他,后来还是我出手才摆平,其实也很简单,就是每次我看见他来我家,我都热情的迎上去,告诉他我现在在做保险,给他聊点保险知识,让他为自己或者家人买份保险, 可以保疾病,意外,养老啥的,我知道,像王大妈这种爱占小便宜的性格,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保险这种消费意识的,让他拿现在的钱买一份看不见的未来的保障,比拿刀子割他身上的肉都疼, 果然聊了两次,王大妈就再也不来了,现在串门都绕着我家走,但是总听见其他街坊邻居抱怨他,而且后来发生的一件事,也真是让王大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 有一次王大妈从外边回来,走到楼下,看见单元门口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条鱼, 王大妈一看这鱼活蹦乱跳的,心鲜得很,就直接揣斗里顺走了,王大妈刚走,就听见有人在外边喊, 谁拿了我的鱼啊,有人看见谁拿了我的鱼吗,那是河豚鱼,有毒,不能吃啊, 王大妈哪信这一套,她觉得施主肯定是在吓唬人,还把鱼藏得更严实了,回到家就直接把鱼炖上了, 王大妈闻着这锅鱼汤,味道实在太鲜美了,然后盛了一大碗给小孙子喝, 结果没想到,孙子喝了之后马上出现了中毒症状,虽然及时送到医院进行了抢救, 但是河豚鱼真的太毒了,成年人都扛不住,更别说这么小的孩子了, 事后王大妈报了警,找到丢鱼的人要告人家,说人家是故意下毒,要求赔偿, 最后法庭审理认为王大妈偷拿别人的鱼,本来就是一种盗窃行为, 然后还拿有毒的鱼给孙子吃,虽然不是主官故意,但是也导致了孙子的死亡, 因此王大妈还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,而鱼的施主是没有任何过错的, 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,这样的结果你感觉合理吗? 贪小便宜吃大亏,老话说的总是非常有道理, 我是王金条,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, 八岁那年,有一点我在家里翻到了一个圆圆的小瓶子, 尖尖的吸管,里边还有晶莹剔透的液体,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个啥,只见盒子上写着开塞路, 我当时只知道杏仁鹿很好喝,想必开塞路也是一种甜品饮料, 就细细的品尝了起来,妈呀,天下竟然还有如此美味, 后来我每天都在家翻箱倒柜的找开塞路, 然后慢慢瓶,或者一口闷掉, 我每天疯狂的喝开塞路的同时, 我还请二狗一起喝,他对这种可口的甜品也是相见恨晚, 有一天放学,我俩在路边的小桌里发现一个熟悉的形状, 捡起来一看,正是我欣欣念念的开塞路, 里面还剩小半瓶,碗口那里还沾着一点黑黑的渣渣, 我拿起来擦了擦,还好里边没有脏, 二狗我俩很默契,一人啄了一小口, 顿时感觉神清气喘, 从那以后,我俩就发现, 一天好从隔几天就会出现几瓶没喝完的开塞路, 大概是从旁边医院楼上扔下来的, 真是太浪费了, 后来我们每天放学都会特地去那里查看, 当然收获还是很多的, 每次我俩都能美美的吸半天, 说真的,我当时喝开塞路好像都有点上瘾了, 一天不喝就浑身难受, 刚开始一天一瓶, 后来一瓶已经不能满足我了, 每次从抽屉里都拿好多, 越喝越过瘾, 开塞路喝起来真的太爽了, 当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过上开塞路自由的日子, 估计当时我家开销最大的就是开塞路了, 不知道过了多久, 我的秘密终于还是被我妈发现了, 原因是她每个礼拜买那么多开塞路, 没过几天就没了, 一开始以为是我爸拿了, 结果他俩互相打了起来, 我当时害怕极了, 就说是我偷偷喝了, 结果那天我被把门疼败了一晚上, 石头差点给我打出来, 但是他们只顾着打我喝, 也没告诉我开塞路到底是干嘛的, 我还以为是怪我偷喝, 所以才打我那么狠, 当时我就感觉爸妈真是太自私了, 有这么好喝的东西他们不带我喝, 从那以后我在家里再也找不到开塞路了, 但是二狗有时候能找到几瓶, 再加上草丛里偶尔有一些, 虽然没以前喝的多了, 但总的来说也不缺, 直到有一天, 二狗一脸紧的来到学校, 我问他怎么了, 他也不肯说, 好像发生了让他极为震惊的事情,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, 二狗才说出昨晚发生的事, 昨晚二狗肚子疼, 但是去厕所怎么也拿不出来, 没想到他妈拿来个狠狠的东西, 对着他屁眼子就挤了进去, 可这, 可是这不是甜品吗, 为什么要挤屁眼子里呢, 二狗绝望的说道, 我妈妈说, 这东西是用来, 用来只拉不出屎, 对, 此时我回想起, 我们在草丛里捡到的用过的开塞路, 上面还沾着一些黑色的渣渣,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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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